凯米台风的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北部地区 我们要来看到的在新北淡水老街稍早发生陆树倒塌 那么现场紧急拉起了封锁线 我们马上连线给友联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带你来关心凯米台风的最新状况 那么现在目前在新北市淡水老街这边稍早 也传出有陆树倒塌了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老街的中间这里 有陆树是直接不敌强风被吹垮 那么许多的树枝也是被吹断了 是直接掉在这个地板上面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树是整个往左侧倒 是直接卡在另外一个树上 当然呢 再来透过这边的画面 也可以看到包括像是这里 也是有连根拔起的状况 可想而知 今天早上在新北市淡水这边的风势 还是蛮强劲的 当然呢 现场也是不时的都会一直降下大雨 当然呢 刚刚有民众经过的时候 也是觉得说这个陆树倒塌是真的非常的严重 那么呢 就像目前现在我在连线 这个风势也是真的非常的大 是时不时的有 当然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 清北市各地也是多处传出了灾情 除了淡水老街有陆树倒塌 在淡水新式二路这边 您可以看到呢 有两个香蕉树 也是这样横躺在人行道上面 因为呢 淡水其实今天早上 风势雨势都还是蛮大的 一阵一阵 那么呢 就有香蕉树是不敌强风 直接被吹垮 当然呢 我们也发现有民众是好奇的 来这边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也来问问看 大哥想问一下你是刚刚路过 发现这个香蕉树倒了吗 对 刚刚路过啊 以为是树倒了 走近一看是香蕉树 发现还有香蕉在这里这样 所以就好奇的来看一下这样 是 好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民众就是以为是露树 结果呢 发现是香蕉树 竟然是直接这样横躺在人行道上面 也是算是相当的少见 因为呢 其实淡水这边的风势 雨势呢 都是一阵一阵的 那么当然呢 因为像是新北市这边 目前还是维持豪雨特暴 所以呢 还是要提醒民众 台风架的这两天 尽量避免外出 因为可能路上都会有一些路数倒塌的情况 是相当的危险 那么以上是我们现场在淡水的最新情况 我们再把时间镜头先交换棚内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